女人大小事聊不完的事 我是婉萍养师 今天要来聊什么事呢 今天要来聊游性肌肤怎么办 大家你是游性肌肤吗 我今天就邀请了呢 我们的旁边的好朋友 凤山药局的王万顺药师 来为我们揭答游性肌肤怎么处理 大家好我是王万顺药师 请问一下啊 为什么像我妹她妹的都会跟我说 或是因为我一些朋友 他们都是游性肌肤 他们真的都是夏天 就会变成明显那个游性肌肤 就会更油啊 脸部粗油的话跟温度蛮有关系的 如果温度上升一度细的话 那个分泌油脂分泌量就会高10% 哇那很多耶 所以夏天跟冬天 基本上温度都差10度耶 所以怪不得就是整个游性肌肤 在夏天就会大爆发 对所以夏天就会比冬天 感觉还要很油 没错 那这样的话 那游性肌肤的人 你会不会建议他就是可以常常洗脸 洗很多次 游性肌肤的话 如果他中午那个时间真的很油的话 可以建议他再多洗一次 基本上大家都是早晚一次 哦那如果说游性肌肤 就是多洗一次 或者是说他应该用凉水 或者是比如说温热水洗 会有差别吗 就建议用正常的温凉水就OK了 搭配上洗面乳 洗面乳这样子 可是感觉游性肌肤用水洗洗 为什么一定要用洗面乳啊 洗面乳才有办法把他的油脂代谢掉 哦所以重点是因为游性肌肤 他的那个比较油比较多 所以他就要用洗面乳才能够把那个油给带走 就是了这样子 那你有遇过你们朋友或是你自己的就是来买的客人 就是他们的怎么选他们的油性肌肤的洗面乳 我们的皮肤是弱酸性的嘛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来就是挑选一些很清洁力很强的那种洗面乳 或者有些人还会用肥皂来洗脸 肥皂洗脸不对吗 我觉得肥皂听起来就是要不然会出了那么多肥皂 因为肥皂的那个减性太强了 对 就太减性没办法用在我们的皮肤上 对 这样反而让我们的皮肤清洁太干净 你这样讲完我就后来想到 我有个那个朋友的妈妈 她都会拿那个就是有一种专门洗衣服的这个牌子 然后她就用那个的肥皂然后来洗裂 对然后结果后来就是越洗皮肤就是 后来就是长了很多痘痘什么有的没有的 然后她就就是像你说的就是我就算是油性肌肤 可是我如果用这个肥皂洗 如果选不对的肥皂 其实反而会造成皮肤的一个很大的伤害 对吧因为你用那个清洁力太强 或碱性太太碱性的东西去洗的话 皮肤的油脂被洗掉之后 她会很快的想要再把那个皮肤的那个屏障再补 就是油脂 对所以脸会反油的更快 就会反油的更快 反油的更快 这句话听起来我又觉得恐怖 要怎么去挑这个产品是适合油性肌肤的人呢 像是洗面乳或是卸妆液来讲的话 油性肌肤的人建议就是不要用太油的质体 然后成分的话又挑一些可以进化毛孔的成分 像是葡萄酸内质或是之后在保养的部分 就可以找一些像维他命B3有控油的效果的成分 维他命B3 这跟我们食物也是一样的概念 维生素B3其实在我们食物里头就是胭碱酸 对吧 对 所以保养品里头也有这个胭碱酸这个成分这样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营养师分享胭碱酸的食物在哪里 绿豆 对绿豆汤的绿豆有帮助 我们一般吃的鱼类也会有 然后芝麻花生糙米都有胭碱酸 那大家有没有吃到这些东西 原来就是衣食同约 我们的食物里头也有 而且还可以做成怎么样 保养品 所以你说油性肌肤的人要选择有胭碱酸的这个成分 对 维他命B3就胭碱酸 对 控油的效果 你刚才说了一个葡萄什么的 对不起再讲一遍 葡萄酸内脂 对你看太难了 这个一般人我看你们也不了解 对不对 很正常 你看连我都听完一遍都忘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 我以前自己也都会觉得说 我买保养品的时候 我都会习惯到专柜 有人会介绍说 这个很好用 那我以前都会觉得 好你说很好用 我也来买来看看 后来我就发现真的肌肤不同 完全不适合 那后来我就是 我就会觉得就是像我们在教这个食物的这个要吃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们就会拿起这个豆浆的后面的成分看一下 哦有没有纤维啊 热量高不高啊 那到底要怎么选啊 就现在就发现 原来其实保养品建议大家 我们应该有个习惯 就是来看一下它后面的怎么样 原料标签 到底哪一些东西是适合或不适合我们 好所以刚才 万顺药师就有跟我们分享 就是原来是B3跟这个什么 葡萄酸内脂 对不对 OK 那再请问一下 你在店里头会有遇到就是说 油性肌肤 然后来到店里头 那都长痘痘啊 你都怎么建议他们处理这些东西啊 药局的话常会碰到很多那种 就长了几颗痘痘就想要赶快解决的人啊 还有就是家里青春期的小朋友 也是满脸痘痘 家长想要赶快让那些痘痘消失 想要帮他们买药膏 然后会还有很多是就是容易吃到很多 喜欢吃油炸或是甜食的朋友 容易熬夜的也有 然后最近的口罩 大家戴着之后就容易长口罩痘这种 对你知道像我们同事啊 因为那个护理师 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营养师朋友 然后最近因为都在医疗诊所 我们都要戴口罩 然后真的拿下来后 真的是长得满脸的痘痘 对然后你刚才说压力痘我也会 我每次只要有一旦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我要那个处理它 然后就会熬夜 写报告写什么的 我早熬夜两天 真的我一定会长痘痘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就是 我自己睡眠睡得好 其实真的有帮助 因为我是甘性疾伏 所以长痘痘都会长 长了一下我就会擦个药 就解决了 但是那油性肌肤如果一直擦药 这样OK吗 擦药的话当然是可以就是当下解决 像皮肤科医生开了痘痘 药膏给你擦之后 就是擦个一两天三天之后 可能就会慢慢消下去 但是药膏我是觉得不能一辈子 都拿来当成保养品来擦 对 药膏不是保养品的 所以你说药膏的成分大部分对于长痘痘都是抗生素吗 对 然后还有类固醇吗 有些痘痘药膏的话基本上都是抗生素为主 因为你已经发炎了 对 那如果长期擦抗生素的话也不是很好 就是可能之后再长反复长之后就会越来越没有效果 真的啊 对 这个就像是我们说吃药那个抗生素 就是吃久了就会有抗药性 对对对 所以我们的皮肤也是同样的概念 一样的概念 就是我一直给他擦抗生素 擦久了 最后就是真的当他产生了一些发炎状况 这个抗生素的药就擦了没效这样子 就会变得比较 效果比较低 对 OK 甚至有一些抗生素药膏里面还另外加了类固醇 因为有些人是发炎了 对 然后会有类固醇的成分 但是如果天天把这个东西当保养品来擦的话 最后整个脸反而会变得更红 就是所谓的类固醇酒造的状况 所以就是类固醇其实擦久了 就会皮肤会变得更泛红 我知道那个有些 我看过有些人皮肤真的整大片 就是是红的这样子 所以那如果照这样的话 你的建议针对油性肌肤出了擦药 那应该还可以做什么样子的保养呢 或是要从基本这个对症下药呢 基本的保养做起的话就是洗脸 洗脸 对 然后加上卸妆 像是有些一定得卸妆的状况 就是你有上妆的话 或是你出门当天有擦防晒的话 就是建议卸妆 擦防晒也要卸妆喔 就是如果说我只是擦一个防晒或隔离乳 这些都要卸妆吗 如果是擦那种会防水的防晒 就会要卸妆 那擦如果不会防水的防晒 就没有关系这样子吗 可以就是洗面乳试试看 如果你就是每天都这样 可能过几天 你会发现好像有些地方开始长痘的话 那就是没有卸干净 没有洗干净 你的意思就是说试试看 会长痘就表示你洗脸洗不 卸妆卸不干净 就表示洗脸控制不住它 所以就表示说原来卸妆这件事情 是一旦你只要擦了一些 就是防晒啊 隔离霜啊 大家都不要再多想 就是乖乖的卸妆 对 好OK 所以要洗脸要卸妆 我想问一个最重要的重点 乳液啦 比如说像油性肌肤的人 他们其实有个很大的疑问是 我都这么油了 我还要再擦乳液吗 那擦的不是油上加乳液 不是更油吗 对所以油性肌肤的人 很建议找这种保养品的话 就是不要找油性质地的保养品 对 乳液的话也尽量补药 因为你本身就会再出油了 你全部清洁完之后 你脸上的油 就是你最好的保养品 是哦 对 OK 当然如果你怕出油太多的话 你可以最后擦一些 比较控油的产品 所以这个时候反而要擦一些 控油的产品 那控油的产品会是要怎么样去注意它的成分呢 就像刚刚讲的维生素比三这个成分 然后或是含有神经吸氨的 就会有控制油水品 就是我们要注意 就是除了营养成分分析之外 保养品的分成分也很重要就是了 对 那你会建议大家就是除了这样的话 还有怎么选呢 比如说客户进入药局以后 你都会建议他就是怎么选这样子 像他们如果来到药局的话 都会建议他们有品牌不错的 像是SVR这个品牌 对因为它的成分简单 然后像是它是法国原装进口 然后它还有做一些专业的检测 有医师会专门做检测 然后有科研 然后对敏感肌肤那些都有做专业的检测 就是敏感肌的人用下去也会很OK 法国我只要想到法国就会感觉 就是你知道法国就是一个保养品化妆品 非常就是厉害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刚才说出了这个敏感性肌肤检测 就是说他们现在在法国啊欧美啊 他们现在就是有在去注意肌肤保养的什么呢 另外的话他们还有针对在内分泌干扰树上面做检测 那是什么 就是一个环境荷尔蒙 OK就跟我们说塑化剂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 那他们还会针对这个保养品去做一个影响什么 荷尔蒙内分泌的一个检测这样子 哇好特别我第一次听到 我以前没有听过就是保养品也可以做这样子的检测 就一样是帮大家做个保障 OK那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像我们平常 我都会跟我的客户说 不要用塑胶的东西喝水 不要用塑胶的东西盛装食物 因为这样会把塑化剂吃进去 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荷尔蒙的乱掉这样子 对可能会造成一些疾病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像SVR这个保养品 他们在法国其实还会针对影响到就是说 我吃的很重要我擦有没有 也要去也会影响到荷尔蒙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OK所以真的很特别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 对就是油性肌肤 那不知道就是万顺 你有没有什么针对油性肌肤的人 想要再给他多一些的这个卫教建议呢 你自己油性肌肤 我自己是没有长 除非是就是熬夜个一两天的话 我也会有这个状况 OK 油性肌肤的话就会建议他找控油的 像是维他命B3 那如果是卸妆洗脸的话 就会找有葡萄酸内质的成分 SVR又有通过法国的医师专业的检测 然后跟内分泌干扰素的认证 所以用起来也会更安心 OK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油性肌肤 到底可不可以用乳液呢 一天到底洗多少次呢 有没有觉得很实用 如果大家觉得很实用 记得就是追踪我们 订阅我们 同时帮我们分享这一篇 今天的油性肌肤的知识哦 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 我们的万顺药师 谢谢 拜拜 女人大小事 聊不完的事 我们下次再来聊 什么事